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不要仅仅学习释迦牟尼的人天善道法 不是说这个不好 实在你觉得这个地球你还太迷恋了 你可以修十善业道 这个很简单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就是生人天善道的方法 那么再退其次呢 你今生一定要修一个什么 被揭引法 就是你自己先修千识 将来一定被揭引成功 就是抽六道 刚才说来人间修个人天善法 还得修这些法 那么对于你们勇猛精进的 三百个今生能成就的大事 战事的事 观音大事的事 不是大师 大师这个称号不要用了 现在已经是砖头一砸下来 十个大师 一砸十个都是大师 一个砖头砸死十个人都叫大师 这个名号已经太烂了 你们不要用 不要去用这个名号 要用大事 战事的事 这是观音大事 那么真正大成就者的 罗汉身和菩萨身的称号 就是今生不死 那么你们觉得自己是那三百个 能成就 能活着成菩萨 活着成神仙的 一定跟上师父的脚步 放下所有的这个羁绊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就是跟着师父的脚步走 跟着师父的密集训练营去训练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